大卫的眼泪把床飘塌 为什么那么夸张 已经超过了诗篇 诗篇的题材本身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做神学里面 其中很重要 既然圣经是神学的 知识的唯一 也是最绝对正确的资源 那么如何去 从圣经里面领受神的启示呢 其中涉及到解经 解经里面 其中我们谈到了这个题材 诗篇是诗歌题材 就照着诗去解释 这分明是诗歌的 我是蛆我是虫 难道我们真的变成蛆虫了吗 上帝从粪土中抬举我 我们难道是真的是 从粪池里被捞出来的吗 这都是诗歌的语言 照着诗歌的题材去解释 夸张 你那个多大马力的那个泪线 这个涌出来的水 你家里还得防水防得好 然后这个全封闭 水都涨起来了 那个床还得确保是材质 如果不是铁的话 那木头的 而加上那个水 要不是所谓的浓度不够的话 它也浮不起来嘛 加上我们体重 这很明显不是用 现代自然科学的那种方法来理解 诗歌的题材 夸张 诗性的语言 就照着诗 别认真 面对诗的时候就是诗 别认真 认真了就麻烦了 这违背 很明显违背现实 圣经就太有假了 不符合事实 谁能哭到一定程度 把褥子飘起来 这些诗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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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